天气越来越冷了 公共温泉的使用率也越来越高 但是金山区的金山社寮公共温泉 却传出温泉时常会无预警的停水 甚至根本无法使用的情形 让附近的民众抱怨不断 公所方面表示 先前停水是因为温泉水沉淀物过多 造成了管线堵塞 才会抽不到温泉水让人使用 现在已经完全都修理好了 泡温泉对于金山区的居民来说 可是每天都会接触到的事情 由于在金万地区在地底下 就是一个大型的温泉水源池 民众不需要特别跑到某个地方 才能引到温泉水 谁出早景就有可能出现温泉 也因为如此在金山区 就有五座公共渔池 不过为在金山的社寮这一座 父亲居民抱怨 在最近这几个月以来 这里的泉水时常会停水 造成无法使用相当的不方便 它的水都很少 都一少而已 本来是宝贯是四床嘛 结果现在一屁板会洗你而已 就要好 两三个都要哭哭 我感觉说 如果我跟他人家说 给我们倒三天 几十年来这些乡民都在这里泡澡 都有水 最近这两个都没水 我们就有答应说 快点要来做这种水 我们八岁 可以泡个澡 泡个澡 温馨一下 附近居民表示 这座公共浴池存在已经好几十年 其中经过一次的改建 但是最近不知道为什么 此常缺水应而关闭 而区公所表示 由于温泉水池会造成管线阻塞 因此才会让马达抽不到水 有关涉鸟公共浴池的温泉水的问题 我们不只是涉鸟的部分 我们还包括其他总共五个公共浴室 我们都会定时派员去做巡查 那如果说有温泉水 水垢结构的情形造成管路阻塞 那我们会定时去做管路的一个更换 区公所表示 不只是在黄岗涉鸟的这座公共浴池 会有阻塞的情形发生 其他四座也有同样的问题 而区公所表示 以往都会定期的派工人去检修这些温泉管线 而对于这间停水的浴池也已经派人修复 民众可以依照开放的时间进行使用了 记者许端一金三采访报导